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第一夫人理学主 急忙整理自己家里库存的药物 并将药物捐赠到突然爆发 急性肠道传染病疫情的西部港都海州市 连金正恩都必须亲自捐出自家药物 代表着这一波传染病非常严重 也让还没能走出新冠疫情的北韩 医疗体系再度面临崩溃 这一波急性肠道传染病疫情 可能是由北韩西部常见的伤寒 利疾或者祸乱等疾病所引发 属于经由分辨传染的肠道疾病 而金正恩在接获病毒已传开的消息后 立刻要求疫区地方政府制定严格的隔离措施 将病患隔离并进行全面消毒 彻底阻断病毒的传播 北韩官媒也罕见的曝光 金正恩与妻子在家中忙碌奋药的照片 目的应该是要向全国人民 展现金正恩对于疫情的重视 发挥安抚迷信的作用 环宇新闻谢仲岳综合报导